哦 刚才我们说 你们商访讨说法这块 好像就是你们 是不是最近啊 就是说是 拿着洗礼到他们 总国会办公室去的 就是最近是吧 最近有半个月左右 那就是大概半个月前 我们已经吃住在公园里面 记不记得是哪一号 最近哪一号就是 半个月前 今天二十号 有半个月嘛 半个月前 你们多少人在去了 去了几个人呢 我们就是说 每天都去 上午百天上每个人都去 晚上就留着两个资料 在那儿吃掉 一直到现在 是吧 是在总工会哪里 总工会办公室 总工会的这个 它有一个会议室 大的会议室 大的会议室是吧 我们在大会议室里面 吃素在哪里 你吃素在哪 他们你不可能在那儿做饭的 在那儿做饭的 在那儿做饭的 你用什么做 我们又没记得到什么东西 都搬 你们没记得到都搬去了是吧 没记得到都搬去了 跟他们炒菜做饭的 你刚才说是怎么样 上午几个人呢 上午有五个人吧 下午呢 下午也是五个人的 晚上就有两三个人在来的 那么到今天为止 今天晚上还有两三个人在那儿 有有有 哦 是吧 哦 哦 那怎么你们这样搞他们肯定很不乐意是吧 他头等了 他找这个 他就写报告了 搞市委啊 嗯 但这个公安部门来介入了 公安部门来的话 也没有办法 我们请我跟他人讲 公安部门 就就就就就就就告诉我们了 注意防火了 不要发生矛盾了 不要发生暴力动作了 就这样他们就走掉了 来两次了 公安部门来两次了 呃 到时他们没抓人是吧 公安部门那些很同情我们 这个情况我们的奖金 他也很同情我们 他只是说 给了公会啊 说 跟公会讲就是说 您把这个工作做好 不要为难我们 跟我们讲的话就是说 你们 要注意防火了 不要搞一些 不要有些顾及的行动 是吧 就跟我们这样的 他们就走掉了 就这样的 哦 他们也不管 嗯 那怎么样 他们总共会过来赶你走 说把电脑停了 啊 啊 停电了 什么时停的电 就是我们当天 住进去的价值 就是要 现在呢 现在有没电 今天有没电 现在没有没有没有电 我们 哦 就是说你从你们 半年前住进去 就把电全部停了 整个办公会办公室没有电 呃 就是你们 就是那个 工会办公室 会议室没电是吧 不是 所有的办公楼都没有 因为他那个 电路线是一条线吧 他一停掉的话 整个办公室都 所有的工会的办公室都没有电 那工会他们 他是 都 他就是几层楼啊 他们 他就是一层吧 就是在一层是吧 五楼就一层 两个办公室 就是在办公室 办公室 哦 就是说那五层楼 全部没电的 五楼 全部没电的 哎 没电没电 那他们上班怎么办 他们上班 我们这样的搞 他就不好搞了 就是那 那 这土地也不来了 来 来一下就走了 是这样的 哦 是吧 办公室在那去着办就完了 是这样的 哦 是吧 嗯 他可能本身工会的他的 他们事情就相对 相对于其他的政府机关来 他本身也不是太多 是吧 因为工会他现在来讲 这和平年代的话 他他又不是很别的 但是不是不是 他是一个 鲜水这个 平常设计不是太多 是吧 哎 他事情不多 他这样的 他有件事 现在无所谓是这样的 哦 哎 就这样的 那那怎么样呢 我看你们还好像说说 你们这个 还到哪儿去 军座到市委去军座 市政府去军座是吧 哎 我们有个打赞 我们要到市委 我们要到市大办公室 军座的这样的 哦 还没去是吧 还没去还没去 我们准备进一半一地去的 就这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一是吧 我们要到市长 到市长办公室 自己做的 这样的 哦 是吧 哦 那你们现在这个 你这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一直都坚持在那儿 总工会啊 或者香港方面 没再找你们 谈谈啊 或者是大家在一起 这个沟通一下啊 怎么样 没找 没有 没有 我们就是 昨天到 组织部去选 找那个 我们组织部的部长 姓杨 杨部长 这是你们工会的主席是吧 公会找他 当然杨部长不在 他在办公室里有一个 他平常怎么样 不是在总工会上班是吧 他是兼 他是组织部的部长 他是兼这个 工会 他一般不在工会上班 哦 是吧 他平常是挂职挂职挂的 总工会是这样的 哦是吧 但是我们 我们就直接找他 找到他也不在 他本身不在 他本身不在 我在的话 他班老师在讲 就是给杨部长 付一报 好了 你这个下个 今天礼拜五嘛 他在礼拜四再跟我们付货 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 哦是吧 但是我们已经等会 等会 我们已经搞这么多时间 哦是吧 因为我这个房子 他也要 也要拆掉了 对 本身你现在也涉及了 这个一个 一个拆签的问题 是吧 涉及 因为他要拆 他要把房子拆掉的话 我们什么都没有 拆 那么他要拆的话 怎么样 有没有说 你有这个机会 那解决你们的养老问题 给你们补交这个养老金 或者是再给你们 发放一点这个补偿金 怎么样 说没说过 一点意思都没有 就是三千块钱 最高就是三千块钱 这三千块钱 就是因为拆签来的 是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不知道拆签 他没有办法 他说 你就是给这三千块钱 让我们妥协 但是我们可能就妥协了 哦是吧 那个拆签的话 就是 首先他这个房子 要卖出去 或者怎么样 是吧 他应该多少 应该会再有 有点收入 他这个是十二间 盖五层的路房 就是两千多平方米 两千多平方米的话 他就留一层办公 另外算是肯定要卖掉 是吧 那正好他们 他们应该还有 工会或者文化工 他应该有 重新有收入了 是吧 另外 收入当然是 一个方面 他如果说 房子建起来了 可以 你说可以有商业门面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房子 也可以解决一下 你们老职工的就业问题 或者是经商 或者怎么样 那要是卖的话 那要不了 我们应该多多有钱了 又要不了 现在 有没有跟你们谈这个事 或者你有没有提出来这个事 我们提出来过 但是他没有 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是吧 他不是说 他不承认 这个楼房是 以文化工的名字照起来的 但是我的手里 有他的文件 有这个文化工 上级拨款的证明 有文化工的招投标 有我们市长签字 有文化工 文化工办公大楼 有市长 我们市长 有我们肯定的 所有的市长 相关部门 他签字 或者这些文件上面 所有的名义 都是叫做文化工 所有的文件 我们手里有 是吧 文化工的办公大楼 有我们市长签字 有我们那个招投标 有我们招投标的文件 有我们总工会的主席 房主席签字字 办公室的签字 这样都有 我们手里有文件都有 是吧 那这 怎么样 你们现在这半时间 你们个人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个人反正也有吧 他们 这个也找这个社会上的人 你威胁我们 但是你怎么威胁不威胁的话 是什么时候找你们 是什么样的人找你们 社会上的人 社会上的人 也有流氓地痞了 流氓地痞是吧 他怎么找你们的 他帮你们的会议室 去找你们是怎么样 请我们吃饭了 这三万款钱我们的 就是让我们这个数字 就就就就就就 就不要再找了 就说那些那些 那些身份不明的 社会行政的人 他们说 这三万块钱 把你这个事情摆平 是吧 就是说给你三万块钱 你不要再闹了 完了我们这个房子 就要拆掉 你吃工 但是我们不同意 不同意完了 当时我们到时间 我们要 他就说给你一个星期 你一个星期把这个 找工会把这个数字摆平 你要不摆平的话 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要强行 把这个房子拆掉 当时我们就找 他说我们就找人来 总共又报 就把你报准 把这个房子拆掉 这样子 那你就说这可是 拆迁方面 拆迁公司派出的人 是吧 拆迁公司派出的 但是我们拆的很简单 我们宁安时候 就说的意思 一共一样 你要说要拆的话 我们宁安就说 打死几个人在里面 我也不跟你拆 是这样的 他们办法是什么事要拆 他就说上个月 1026就动了工吧 放了鞭炮嘛 放了鞭炮 但是他还没有拆 我们不准他拆嘛 就是2月26号放了鞭炮是吧 2月26号放了鞭炮 确实动工要拆掉 但是我们不会拆掉 你拆的怎么样 拆你们 你不是拆文化工的房子吗 这个总共会 这个你们也拆呀 他就是拆了文化工的房子 你们现在不是不在文化工吗 你们不是在总共会吗 我们是在总共会 但是总共会和文化工是挨在一起的 是一栋楼是吧 是一个院子 是一个院子 都要拆是吧 不是 这个文化工的办公室 工会不拆是吧 文化工的办公室